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97集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李灵素踏着夜色归来 红光满面 面带微笑 整体状态完美诠释了 人风喜事精神爽这句话 虽然他依旧无法直面这段感情 害怕他公开后的后果 但是也没再坚决的要和自己划清界限 李灵素能理解季季梅的顾虑 因为他同样有着类似的畏惧 相差近二十岁的两人结为道旅 在超凡境之下 这样的组合 不管是在天宗还是世俗 都会招来异样目光 甚至招人唾弃 他按下飞剑 靠近去所时 提前降落 然后仔细的整理了一下衣冠 确认没有破绽 这才返回四合院 吱的一声 院门没锁 里面住的人根本不在乎锁不锁门 推开门的瞬间 院子里的景象让李灵素一愣 石桌边坐着许清安 李妙珍 妙友芳 楚元枕和恒远大师 大家正喝着酒 手里端酒杯 笑容诡决地看着自己 这么有雅兴啊 李灵素神色沉稳 不慌不忙 李妙珍问 去哪儿了 随便逛逛 李灵素如此回答 飞燕女侠抽了抽鼻子 女人的脂粉味 圣子丝毫不慌 唉 我这该死的魅力啊 师哥最大的烦恼啊 就是太受女子欢迎 李妙珍缓缓点头 突然以一副轻身意义重的模样 演了起来 美儿 年纪不该是我们相爱的阻碍 徐清安默默起身 深情地看着李妙珍 如果你畏惧流言蜚语 畏惧同盟和弟子的看法 那我可以带你走 李灵素瞳孔微微放大 人傻了 楚元枕摇摇头喝了一口闷酒 李道长 你可能不知道 我也是自幼无父无母 不知道被娘亲疼爱是什么滋味 苗友方说道 楚大象莫要悲伤 你既不愿意我做你兄弟 那我就做你儿子 话音落下 屋子里窜出一只小白狐 嗓音如银铃般清脆 娇声说道 感受到了吗 一腔热血是为你而沸腾的 这一刻 李灵素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你 你们 圣子脸色胀的通红 只觉得体内有烈焰藤起 头顶喷出虚幻的黑烟 天地会成员 新满一族的进屋睡觉去了 留下李灵素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院子里 对了 自幼父母双王是吧 回头我和两位长辈唠嗑一下 李妙珍笑眯眯地捕了一刀 李灵素是有父母的 也是天宗门人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圣子扪心自问 青州城 不正是衙门 旁内 面容清爵 须着山羊须的紫阳居士阳公 脸色凝重地 审阅着蝶子送回来的云州情报 如今已经明白流民蜂拥云州的原因了 任职青州不正使的阳公 脸色凝重地环顾堂下的官员 情报上说 云州官府发告示 打开粮仓 吸纳流民入伍 云州要反了 众官员神色一沉 没有惊讶和意外 也没有愤怒 有的只有坦然和严肃 早在两月前 先帝被许清安斩于京城不久 朝廷向青州连续下达十几条敌报 命青州进入备战状态 囤粮囤铁器 修缠成墙 云州靠海 南边是无尽汪洋 北边大部分土地 与青州接壤 前朝余孽 想要以云州为根基 北上讨伐京城 就必须要拿下青州 以获取足够的战略纵深 青州要是打不下来 叛军就会被死死的暗在云州一鱼 提醒暗插使 陈寅道 我们的加大振载力度 遏制流民难逃的去世 相比起其他地域 南边无疑更加温暖 食物也更充足 因此青州的流民规模极其可怕 这些流民若是一股脑的去了云州 后果不堪设想 青州之府连连摇头 虽然朝廷给了我们足够的粮草 但那是留着打持久占用的 眼下各地寒灾肆虐 朝廷缺粮 浪费在了流民身上 将来一旦粮草不足 不等敌人攻打 我们内部便自行崩溃了 战时 首先考虑的永远是军队的需求 又一名官员说道 灾情汹涌 流民数量远比想象的要多 云州敢大开粮仓 他们的粮草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不怕拖垮了自己 过去二十年里 云州叛军一直在囤积前两 军需 为的就是这一刻 他们的积累和底蕴 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不正使大人 那该如何是好啊 众官愁容满面 流民现在是有奶就是娘 谁给吃的就替谁卖命 阳公沉吟片刻 嗯 封锁通往云州的边境道路 阻拦流民南下 派人散布云州开仓赈灾属于谣言 令 胆敢散布 云州开仓赈灾消息的 少无赦 青州知府眉头紧重 不正使大人 这会造成流民滑遍的 呵呵呵呵 我只说封锁通往云州的路 流民要跋山涉水 我绕到乡邻州南下 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在座的都是老油条 立刻明白阳不正时此计的妙处 天寒地冻 山路难走 像跋山涉水 南下不是人人都能办到 这就大大缩减了南下的流民数量 绕路到乡邻的州南下 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因为好歹有点希望 流民不会与死网破 青州都只会是感慨到 幸好我们青州还算富庶 粮仓储备充足 要是两年前 恐怕已经大乱了 经过阳公一年多的治理 青州立志清明 家家都有余粮 官府粮仓里的粮草 同样储备充足 如今回想起来 朝廷是有先见之明的 早早地做出应对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